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真正一个人生成功的人生 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环抱这个世界 所以中国人的眼光是远大的 中国人一下就包围 现在我们好比说我劝诸位的像李运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那么知道这个的话我们是选贤与能 你知道民主做明曰论的 这叫什么 明曰论的 这个人他说他之所以做成明曰论 受孟子的影响 中国孟子的影响 因为齐宣王大概是问孟子 说君很贵重吧 他说不是名为众设计次之君为轻 没有民众你哪里有国家 没有国家你哪里有君主 所以最了不起的是民众 所以这名为贵设计次之君为轻 这都是很简单的话 人家外国人拿去了 就写了明曰论 这个明曰论一弄起来 法国大革命 美国独立 都是受明曰论的影响 换一句话说 都受孟子的影响 把这些东西我们自己回想 我们不值得骄傲吗 对于我们的祖宗 是不是 我们就是不要做不孝的子孙 我们要跟我们的祖宗比一比 跟世界古今来的圣贤比一比 甚至于佛陀 释迦摩尼 他不过是印度一个小国家的 一个太子而已 他能够放下一切 舍弃一切 然后独创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 讲法讲了那么多年 而且他说的经书满一柜子 多了不起 他也是人呢 我们也是人呢 我们这一辈子活得这么窝窝囊囊的 怎么样妈妈糊糊的 不是很丢人吗 所以我们不是要逞强 而是说我们怎么环抱 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你要问人生 什么样的人生啊 就是说 我自己 消极的 就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我自己不愿意做的 不要交给别人 这就不是坏人 这是消极的 然后呢 我自己想要 别人怎么对我的话 我就怎么对别人 己于利而利人 己于达而达人 这又是古人说的话 很容易记住 很愿 我们常常把这个想想 然后我们自个想想 我们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人类 我们贡献了什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身家性命 对于我们的所有东西 我们放下了什么 我们夺取了多少 我们无功而守路 所以在这个 我们不耕而食 不知而依 不住而 不见而住 不做而行 依师住行 四样东西 我们都仰仗别人 我们这人生 值得赞美吗 值得骄傲吗 没什么可赞美的 我一想起来 我就身怀 惭愧心 所以我只是告诉 诸位 诸位 我们常常有一个感激心 这感激心呢 就是所说的 上报四重恩 我们怎么报这四重恩 国家恩 父母恩 社会恩 古圣先贤恩 我存着一个感激心 一个惭愧心 一个报恩心 这是你最美丽 最好的人生 假如我们你看 他开的是笨子 我骑四行车 老天爷多不公平啊 整天跟人家比高 比阔 比大 很苦 非常苦 你一辈子都在那怨 你只想 你看 我还有脚可以走路 那个是瘸子 不能走路 多可怜 不要比那个开名车的人 所以人生 知足常乐 把个字 知足常乐 能忍自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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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